大家好,我是上海的老年残疾滑手加远兵 今年39岁 我玩滑板玩的差不多21-22年的样子 最早就忘了,九几年了吧 刚开始玩滑板没多久 玩了就满世界找滑板鞋 那些不是外国杂志什么的吗 Best newbie 找半天就 All school Keep it tripping Keep it tripping 比较笨嘛,差不多得三年到四年了 那是真正开始 开始玩滑板 之前我们因为 国内没有那些资讯 没有教材 你听说过,玩滑板有个说明书 破豪公司买个滑板,他送你一份小册子 上面那个火柴人的简笔画 叫你怎么凹理 就一个,叫说明书 然后没有人叫 就死滑 天天死滑天天跳 大乱反而比尖翻练的短 差不多两年的样子 就能站上 但是不能算成功 因为 给我说的话 你一个动作 如果你说我会这个动作了 你的成功率必须在70%以上 这才是你会一个动作 其他你只不过是我做出过这个动作 而不是说你会了这个动作 所以说我现在会动作不多 哈哈哈哈 这种 还是 这种 这个 就这些呗 这是当时打的钢钉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只能 这样 我们那时候肯定是 找那个本作 他们就 那帮这边带上 写下边 我那没了卖啊 我那没了卖啊 给我吃 再送你一个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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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